拉长鼎原公布去年全年税后亏损1.81亿元 鼎原表示 去年本业人士小赚 但由于持股惠特去年任劣评价损失 造成全年出现亏损 鼎原也公告总经理由李荣桓接任 主要是借重在感测原件领域的长才 与其今年第二季营运渴望小幅回温 鼎原去年全年营收24.19亿元 年减23.51% 定员表示 以本业来看 去年全年获利约6000万元 但由于持有转投资论设备厂会特股票于2000张 任劣持股的评价损失约2.4亿元 对美股获利影响0.8元 因此造成去年亏损 定员公告 总经理职务由原总经理特助李荣桓接任 原总座周文龙升任副董事长兼策略长 据了解 目前顶员约有6成营运比重以感测原件为主 是目前及未来的主要营运重心 李荣桓曾任了产光雷总经理 在感测原件领域相当熟悉 借重其在感测原件领域的专才进行职务调整 针对今年营运 公司指出 预期第二季有机会微幅回升 下半年回升力道较为明显 今年全年营运将绞出去年表现 LED市场去年下半年受景气影响 需求大幅滑落 不过本季LED供应链宣布涨价 市场也逐步好转 业者预估下半年试况渴望回温 另外 因应各类型车用照明需求持续提升 各厂同步积极布局车用市场 LED5月价格已跌至成本价以下 波及中国LED厂商营运 东山精密 瑞胜光电等封装厂纷纷调涨产品价格 涨幅最高达一成 严调吉邦认为 今年在LED照明需求回升下 渴望进一步带动LED晶片产值回归成长 预估可达29.2亿美元 年增5% LED封装大厂一光指出 下半年营运渴望优于上半年 上下半年比重渴望45冒号55 获利储分子公司后也将走深 光顶认为 中国上半年人疲弱 但下半年PC等市场都有好转迹象 景气回升下冷市场渴望跟进 感测方面 台牙表示 近期已有感测极单涌入 市场需求逐步加温 预计下半年将优于上半年 下半年营收可望回到2021年同期水准 副采投控表示 近两年MicroLED相关供应链已逐步成型 从晶片 巨量转移 面板结合驱动IC 到终端品牌客户 将与合作伙伴持续前进 积极巩固产业优势 打造显示新世界 并积极准备量产 副采指出 随着LED导入车用照明并成为显学 集团车用照明产品处秉持高品质 高技术的坚持 也因应市场需求 迈向客制化及智慧化 如ADB智慧头灯 车内氛围等等 此外 副采持续深入车用感测技术 致力提供人性化且安全的用路 及行车环境 副采强调 集团积极部署次世代 显示高端技术MicroLED 提前规划Micro厂房与相关设备 并掌握量产关键技术 MicroLED厂内创董事长李允丽表示 虽然景气是矿波动 但对市场仍维持乐观态度 现在主要问题反而是产能不够 有车厂询问产能规划 但扩产会使损益平衡时间点往后移 因此会结合台湾公司 由他们出资产能 内创则负责Design House的角色 李允丽指出 目前内创的每月燃烧率在5000万元 但EPS趋势是一路往上收敛 所以乐观看待此事 至于下半年状况 目前业绩表现符合预期 预计下半年会比上半年好 此外 目前内创在MicroLED全球专利排名第6名 目前总专利申请达730件 涵盖整个MicroLED产业链 研调机构OMDIA报告显示 MicroLED显示器 2022年市场规模约2428万美元 预期2023年达到3605万美元 并在2029年成长至76亿美元 2022至2029年复合成长率达127.2% MicroLED显示器 2022年出货量约3万台 预期2023年达到13万台 并在2029年成长至4240万台 占平板显示器出货量的1.1% 2022至2029年复合成长率达180.6% 李允丽认为 上述调查是对已知的显示器用法 但有非常多应用是还没想过的 MicroLED目前会先往过去技术做不好的应用切入 如车用 之后也会和车厂合作 明年会展出放进车舱里面食品的东西 李允丽指出 车载显示器与客户合作会以客制化方式 搭配不同车种做特定规划 目前透明车载显示器以样品模式小量出货 预计车载发酵时间大概要两三年 至于AR眼镜也紧罗密鼓进行中 预计大概三四年后才会发展出来 也会努力往硬体方式合作 副财董事长李秉杰在法说会中提到 Mini LED被光无法大量推广到笔电 是出乎预期的事 惠特董事长徐秋田也看淡今年Mini LED市场 表示Mini LED在小尺寸IT面板这块发展不如预期 短短一年内气氛骤变 就其原因 目前Mini LED像是一横线二年的暂时解决方案 套用在IT产品上可说高归低用 品牌方也不太买单成本太高的状况 业界人士透露 Mini LED一部分也被中国竞争对手玩坏 供应链人士坦言 原以为Mini LED能持续好几年 但中国竞争对手拿出几十年前 没有突破的技术拼接 假装是Mini LED被光模组来吸引客户 这种Mini LED不是真正的Cob Chip on Board 技术 而是Pob Package on Board 技术 Mini LED被光技术方案主要分为Pob Cob 和Cob 市场主流应用方案是前两者 Pob 并未有封装保护 制成要求较低 不过量率高 较省成本 但无法做到轻薄化 适合大型显示荧幕 Cob 对精密度 品质控管要求更高 背光模组能做到更轻薄 主要用于笔电等IT产品 供应链人士指出 中国竞争对手已较老 较低价的技术吸引客户 又提供客户试用期 加上用过去LED市场 以亮支架的手法 排除掉许多竞争对手 用这种策略玩烂了 才刚开始起飞的Mini LED市场 Mini LED算是比较快走到这一步 他认为比较有优势的是 下一代显示技术Micro LED 此外 Mini LED成本较高 晶片设备需要一定要求 但发现市场没有那么高阶的需求 且成本考量不一定划算 有些客户可能只要基本够用的设备 所以在推行Mini LED技术没有想象中顺利 所以Mini LED未来在哪? 业界人士仍看好Mini LED导入车用领域 由于在整体亮度、对比、功耗、可靠度 耐用程度仍胜过OLED 车用领域仍是一大趋势 惠特董事长徐秋田指出 Mini LED在车载、电视、户外 显示荧幕渗透率应该会逐年增加 只是渗透率成长跟业界预期有不小落差 严调机构Trendforce表示 2023年欧美系车厂已逐渐将Mini LED背光显示器应用扩散至旗下更多车款 估出货量可达45万片 至2024年会是车用Mini LED背光显示器出货量大幅增加的时间点 由于Mini LED背光显示器已见趋成熟 较晚布局的车厂将在2024年开始采用Mini LED背光显示器 进而大幅拉抬出货量至近100万片 先进半导体设备商缩特科技 6812 奠基于过去LED分类挑选设备的深厚经验 推出应用于Mini LED显平的FOB解决方案 以分混排三合一设备 ST-668 搭配备光级RGB锡膏检查修补机 RP-06 巨量转移自动对位与焊接机 FB-20 是为业界占别最少 建置成本最低的一套完整解决方案 大大推进Mini LED制程技术 索特自主研发 提供Mini LED显示屏FOB解决方案 包含混金、排片、返修、固金制程所需的各式机台 执行副总陈广辉表示 索特初始的研发目标即是以三站、三台设备 达到100%良率的直显示显示屏制程方案 首先将分、混、排制成集于一台设备 减低生产制程的占别数量 再以OE检测进行单点除息补息 除金补金创造及低返修率 最后将精力预先排好 以最完美的Pitch及精度进行巨量转移 焊接至PCB板 一片仅需13横线5分钟 改善过去COP制程席高干涸无法固金的状况 完整的解决方案 能为用户节省一半以上的设备投入成本 良率提高也节省了制造时间成本 为最佳量产机台 Mini LED背光已广泛用于各项消费性产品 直显示屏幕则是下一个重点市场 目前已在豪宅建筑、车载集中 大型室内显示屏等范围出现相关应用产品 渗透率持续提高 梭特的LED设备过去在两岸打下雄厚的基础 为国际LED大厂所选用的设备供应商 目前已Mini LED位重 竹北极深圳各有一套展示机 受到两岸显示屏及模组厂关注 完整的FOB解决方案将在2023 Touch Taiwan展展出 LED厂顶员近期感测及鸿光产品订单增温 产能利用率显著提升 带动业绩同步走扬 下半年将更好 法人估计 顶员本季营收计增率可望达一成 下半年持续看翘 顶员日前公布3月营收1.82亿元 月增率为7.83% 但较去年同期下滑22.39% 首季营收5.23亿元 即增6.09% 但较去年同期衰退23.41% 顶员指出 近期感测及鸿光两大产品需求回温 整体产能利用率也显著回升 看好第二季业绩将优于首季 顶员透露 今年初因市况低迷 公司整体产能利用率仅约55%至60% 近期已提升至70% 是推升本季营运可望优于上季的关键 法人估计 顶员第二季营收计增率有望挑战一成 至于下半年市况 顶员认为 随着市场已修正长达一年 下半年需求应可较明显放大 顶员指出 目前感测原建五寸厂结单平稳 新头产的六寸厂扩产完成后 就遇上产业修正 需求偏淡之下 该厂仍未能有获利贡献 下半年需求偏淡之下 下半年需求偏淡之下